小舊子茶房能有多搞笑 进门不到三秒就要看波波 黄昏作为高质量间谍 上九天揽月都能轻松拿捏 吻西啥的还不是新手年来 为了让吻西达到教科书级别 月儿蹲蹲蹲干了一整瓶小卖饮料 自己裤子都脱了 两人才进行到前戏 弟弟恨不得赶紧拉动进度条 然后姐姐就满足了他 只见他将黄昏闯冬 就要玩点刺激的 眼看两人就要假戏真做 弟弟眼前的时光梦回从前 儿时的他只想拿一百分 因为会得到姐姐亲吻的奖励 而青春的悸动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是女人的嘴骗人的鬼 弟弟拼了命上前阻止 却被约耳 天昏了地暗了彻底毁灭吧 为了个男人打亲弟弟 这两人绝对有点故事 这份跟真相一点不搭边的脑补 让弟弟彻底相信了两人暧昧的关系 决定把姐姐的烈焰红唇 暂时交给黄昏保管 都说了打弟弟要趁小打 没想到大了也能打得如此潇洒自然 看到弟弟被抱头后想喝了茅台 约耳想赶快送走这钻大佛 其量黄昏竟笑里藏刀 在这时补了两刀 他表示感谢弟弟曾经对约耳的照顾 而今后守护约耳这种好差事 由自己来完成就好 弟弟顿时头皮炸裂 拎起背包就要闪人 但万万没想到 黄昏两人笑得比他来的时候还灿烂 真是杀人助心啊 弟弟顿时双脚蹦低 定要找到黄昏改骗姐姐的证据 还扬言姐姐要是络一滴泪 你的小命也就跟着一起玩完 之后便落荒而逃 弟弟走后 鱼儿也开启了道歉模式 毕竟没有一个小舅子 看到姐夫第一眼就要相爱相杀的 但黄昏却对鱼儿充满羡慕 一是鱼儿有个可以随时依靠的家人 二是他们这对临时夫妻没有露出马脚 正是这种温馨让彼此多了几分牵挂 阿尼亚在睡梦中会想着父母 鱼儿在睡梦中会喊着黄昏的名字 而黄昏也从他人的身上找到了温暖 第二天阿尼亚醒来 完全忘了昨天还满心期待的舅舅是何须人也 直到读到了黄昏的内心才恍然大悟 听到对方是个秘密警察 阿尼亚顿时头皮炸裂 总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大瓜 小豹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呵斥黄昏为何不喊自己起床吃瓜 可此时的黄昏满脑子只有一件事 鱼儿明明有个当秘密警察的弟弟 可他的身份却一片空白 黄昏不确定鱼儿是否知道弟弟真实的身份 又或者鱼儿从一开始的出现 就是为了接近自己的谎言 听到这种大开的脑洞 阿尼亚想帮忙解释 可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为了确定自己的猜疑 黄昏决定给鱼儿安装窃听器 因为作为间谍 瞬间的大义都会致命 甚至会牵扯到背后的国家 他假装为鱼儿整理衣容 将窃听器粘在了他的衣领处 吓得鱼儿以为这是要来个出门之吻 毕竟自己昨天可是主动的一方 可转念意向 自己又不会做饭 又不会照顾人 说不定对方已经开始嫌弃自己了 这波脑部惊呆了阿尼亚 他在上学前还不忘提醒两人 恩爱才是长久的良药 黄昏再三保证两人没有吵架 可小孩子的第六感又是往往很准 因为此时鱼儿已哭成了小内人 他想跟同事取点恋爱宝典 毕竟他也是第一次结婚 没啥经验 但他没想到 这些话都被传到了在楼外窃听的黄昏之耳 明明是一些一心只想扮演好妻子的话 却被黄昏理解为了谍中谍的完美欺骗 然而就在同事劝鱼儿不如离婚之时 课长的论入打断了众人吃瓜 他将一封信交给鱼儿让他邮寄 而黄昏也准备主动出击 所以在鱼儿走出邮局后 两名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们亮出了秘密警察的身份 希望可以从鱼儿这里套出点信息 因为这两人正是黄昏跟他的小跟班所办 黄昏拿出鱼儿刚才送走的信件 硬说这是一份借给西国的爱好信 听说妹子自称鱼儿福杰 小跟班顿时吸睛上身 一口咬定 对方背后肯定还有庞大的组织 希望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毕竟上一个嘴这么严的人 坟头草都两蜜多高了 不过这年代如果有点关系的话 也可以横着走 如家属中有个当秘密警察的亲人 就可以直接走人 这正是黄昏为鱼儿设的局 如果他知道弟弟的真实身份 必定会在此时搬出 来当自己最强有力的挡箭牌 就在黄昏在线吃瓜之时 鱼儿却一口否定自己并非间谍 小跟班想用武力逼宫 结果吓一样了 黄昏警告鱼儿 不招供的话可能会波及家人 可鱼儿却摆出了战斗模式 看到这一幕 黄昏让小跟班再次确认信件 竟得出了这是一场乌龙事件的结果 因为他已从鱼儿刚才的表现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鱼儿是可以相信之人 就连小跟班也认为鱼儿是清清白白的 但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黄昏对这份假婚姻动了真感情 可作为间谍 不相信任何人才是狗活的前提 但感情并不是人类可以轻松拿捏的 等到鱼儿下班后 黄昏第一次主动来接了他 他将窃听器取向后 希望鱼儿可以把快乐放在第一位 虽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却会在过度执着中迷失自我 这样的生活就再无快乐可言 所以他表示 只要鱼儿快乐地做自己 就会是一个成功的妻子 这些话就如同青春时的毒药 让鱼儿再一瞬间沦陷了 黄昏将窃听器捏碎 扔进了垃圾桶 因为他的心也在长久的陪伴中开始了悸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